儿童节是许多孩子们最期待的一天 新北市立土城医院为了让病童也能感受到节日的喜悦 特别规划系列活动、闯关游戏和讲座 希望借此带领民众认识漫飞天使 消除因为不了解所造成的偏见 儿童节是属于孩子们的快乐假期 但有些孩童确实在医院里度过 以下校生区抵抗病魔 为此土城医院规划一系列儿童节活动 为孩子们带来满满欢乐 等一下欧队长还有小桃们 会模仿不一样的动物 让小朋友们猜猜看 对我们来讲关心孩子的健康 以及发展的问题是我们非常重视的 我们今天特地在儿童节前夕举办儿童节活动 也是希望说让更多的就医的民众或家属 能够更关注漫飞天使的议题 然后我们这两年出勤了四个医生 三十五场次然后关怀了四十几个兵 四十几个孩童 许多孩童在成长路上走得比较缓慢 根据卫福部预估 台湾每年约新增一万名发展痴患儿童 因此透过早聊课程训练和复健 漫飞天使也能展翅飞翔 因为小朋友他们遇到这种状况的话 其实家长也会很不知所措 然后你小朋友不了解这种情况的话 他其实他也会排斥 因为他会觉得怎么会跟自己不一样呢 然后他又太小他不懂事 所以我会希望就是从小就能教导小孩子 就是要认识人在之后再下定义 不要勤勤意义就从外表啊表面 然后或听信别人的残言 一些小朋友就是先天上可能有一些早产 或是其他疾病会造成他们的发展比较慢 那一旦筛检出来之后呢我们会转接到复健科或是心理师 他们评估然后安排这个早疗 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到安置的家庭 去评估小朋友的生长如何发展 看看他们健不健康或是甚至有受孽的情形等等的 大天里欢声笑语不断现场还有闯关活动 让孩子们从玩乐中学习健康知识 也成为儿童节里珍贵的礼物